你从没见过这样事儿的巨婴 说起来别不信 就连吃个饭 她都要妈妈喂 并且十分的挑食 吃不好妈妈还得哄着 女人只好再次将食物送到她的嘴边 可是她还是一副小孩叛逆的模样 好不容易紧哄慢哄 她终于开口把食物吃进嘴里 却在下一秒 将食物全都吐在妈妈脸上 即便如此 妈妈也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她知道 自己一旦反抗 就会被一锤子给送走 而她也并非眼前大汉的母亲 只是有天无意间看到一则广告 上面正在天价招聘保姆 恰好自己的母亲住院 急需一大笔钱 所以她就大胆应聘了 而这个土豪表示 面试成功今晚就得来上班 女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等来到了土豪家 女人就被眼前的豪车吸引了 她不由地感叹 别人眨眨眼就是生活 自己两周年纪念日还要出来打工 男友让她好好工作 晚上十二点便会来接她 女人来到门口 上面则是贴着一张便签 富豪说自己赶时间先走了 孩子正在睡觉 女人来到门口看了一眼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就先下楼待着了 不一会儿 检测器里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 女人有些害怕 但是想到孩子还在上面 就壮着胆子走了回去 结果掀开被子一看 里面竟然是个洋娃娃 而房门背后竟然藏着一个巨鹰 还说自己拉巴巴了要换尿补 随即一把扯过女人威胁说 要么陪她玩游戏 要么等着被敲碎脑袋 女人只好乖乖照做 巨鹰看着边抽气边干活的女人 不仅如同婴儿般不停地添乱 更是时不时制造巴巴 女人几乎都要吐出来了 而巨鹰此时放松警惕 妈咪 慢慢地松开了锤子 女人瞅准时机 将巴巴丢在了她的脸上 随后马不停蹄想要逃出去 关键时刻巨鹰抓住了她 只见把女人敲晕过去 等到醒来后 女人发现自己身处地下室 巨鹰说自己已经换了太多个妈妈 每一个妈妈都不听话 最终都被自己给杀了 说完便要对女人动手 吓得女人赶紧求饶 说自己还有个母亲重病住院 等着自己照顾 巨鹰一听可以吗 当即答应她 只要配合自己完成游戏 自己就会支付女人妈妈所需的医疗费 这是给女人的最后一次机会 随后游戏继续 她们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女人刚拿起勺子 却被指责拿错了颜色 等到拿对了勺子 微博又忘记记了 女人赶紧帮她记上微博 脑海里则是闪过了勒死她的想法 但是力量过于悬殊 女人直接就放弃了 可是巨鹰却不是这么好哄的 不仅挑剔食物 更是把食物吐了女人一脸 就在这时门铃声响起 女人的男友来接她回去了 巨鹰却以为女人偷偷搬了救兵 暗话不说就将她脚给折断 随后冲出去 直接让她男友领了盒饭 还把女人拽到男友身边 告诉她自己的耐心已经耗光了 女人的死气到了 她一再发誓这只是个意外 自己并没有向她求救 巨鹰这才有所缓和 并且要跟女人玩躲猫猫游戏 如果女人被抓到的话 那么她就惨了 说罢便转身开始倒计时 女人赶紧离开 可是腿受伤了根本跑不远 于是她抄起刀子躲在桌下 趁着巨鹰一时不察 抹了她的脚脖子 自己则趁机爬开 等到巨鹰包扎好伤口 循着哭声追了上去 这才发现声音是监测器里传出来的 女人则是趁机从背后突袭 一下把她砸晕过去 然后找到男友的车钥匙 就在准备离开时 却被醒来的巨鹰一把抓住 她死死掐住了女人的脖子 危急情况下 女人抓到车钥匙并一次反击 随后用微波死死背住她的脖子 直到巨鹰断气 女人这才撒手 经过一晚上的折腾 女人直接昏睡了过去 等到第二天醒来 她赶紧取下钥匙 准备开车离开这个鬼地方 经过门口看到那辆豪车时 女人最终还是换了辆坐驾才离开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遇到危险的时候 不要一味地只知道反抗 有时候妥协是为了更好的生存 寻找合适的时机才是最重要的 点赞关注 发家致富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